通街都是5G的手機 5G到底快得多多 你用4G無限計劃,它又叫你升上去5G 原來全世界都在說5G 這條影片是由Linksys贊助 Hello,我是Edwin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5G到底有多厲害 首先就說一下名字 我們一路由2G用到3G、4G到現在5G 那這些G到底是什麼意思 其實G就是Generation 這個字母就不懂 5G就是第五代的行動通訊技術 那我們知道了G字是什麼意思 那你知不知道5G快過4G多少 講5G的速度之前 我們必須要看看5G和4G的分別 首先第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電波頻率 現在還有很多人用的4G 就是用600MHz去到2.6GHz的頻率 每個國家都有些不同 但是都是差不多 簡單來說頻率越高 速度越快 訊號範圍越窄 我們剛才講的是4G 現在講5G 這個frequency就會由600MHz 去到39GHz 甚至是47GHz 或者是96G或者是以上 5G這裡就要分開三部分來講 第一個頻段叫低頻段 低頻段的5G的訊號範圍比較大 但是速度比較慢 但是因為加了5G的技術進去 就算在同一個頻段 5G都是比4G快的 然後就有中頻 大概就由2.3GHz到4.7GHz 這個頻段就會是5G最有明顯優勢的頻段 在範圍和速度作一個平衡 範圍又很大 速度又很快 以上低頻段和中頻段 也都統稱一個名叫16 高頻段也有另一個名叫Millimeter Wave 雖然速度是極快 但是範圍也極窄 也是大家需要留意的魔鬼細節 因為大部分的時間你都是用16的頻段 但是那些Marketing的廣告 就會拿一個Millimeter Wave的速度出來 去說服你再5G 來到大家都想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大家都最想收到的16頻段 4G的速度和5G的速度差多少呢? 4G的速度來講 大部分時間都是十幾 去到80幾Mbps而已 而5G的中頻速度來講 通常你看到的速度 就由80幾Mbps 去到300幾Mbps 而這個中頻最快見過的速度 就可以去到700幾Mbps 而來到最快最高速的5G高頻 Millimeter Wave的頻率 最快的速度 就可以去到2000左右Mbps 講到這裡有些人就會說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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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s而已 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聽不明白不要緊的 簡單來講 在同樣地理位置下 5G大概就是4G的2-3倍速度 再4倍再5倍上去 你感覺不到 那是不是你一買了5G的手機 就可以收到最高的速度呢? 那當然不是 你現在用4G的話 都不是到處收到最高速 大部分的地方還沒有高頻 還沒有Minimeter Wave 在達到這個最高速之前 大家都是在用中頻的5G 我看到就已經有些人打著留言 就說我現在用5G 都是只有20幾Mbps 30幾Mbps而已 那你可能就在訊號範圍收得比較差的地方 你是在收低頻的5G 那在訊號收得沒那麼好的情況下 所以速度可能就跟4G的中頻差不多 那我們剛才說到4G就在用700MHz 去到2.6GHz 那其實5G和4G的頻段是有重疊的 頻率那麼接近 會不會速度相差不是很遠呢? 那就要講到5G和4G 第二個最大的分別 就是它背後一大堆的技術 當中最有幫助的技術有Massive Memo Multi Input Multi Output 很簡單地說過 即是訊號塔可以容納更多手機同一時間收發訊號 如果你是香港人的話 你一定會經歷過 年宵的時候 手機上網很慢 你上班下班在中環在金鐘轉車的時候 又很慢 7.1的時候手機上網又很慢 慢到連地圖都攪不到 有了5G之後這個情況就不會出現 因為它的容量是4G的100倍 就算你的手錶懂得上網 你的口罩懂得上網 你的鞋懂得上網 你所有東西都懂得上網都好 理論上5G都會令到你上網的速度更加穩定 另外4G和5G的資料壓縮密度都會不一樣 5G就可以用到1024QAM 4G就是256QAM 而5G還強化了某些技術 例如Carrier Aggregation 即是訊號塔發出不同頻率的訊號 你手機都可以把所有的訊號組合在一起 這個技術4G的時候已經有了 但因為5G的頻段更加廣闊 應用這個技術也更加有效 以上一大堆的技術 就令到5G就算和4G同一個頻率下 5G都明顯優勝很多 當然還有很多技術在這條影片中不會講 但這堆技術就是5G和4G第二個最大的分別 有興趣的話 我將一大堆參考資料放在Description 中 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至於5G目前最大的挑戰 就是很難令到人人都用到最高速的高頻 因為高頻的收發訊號範圍實在太小 是說你只要和發射塔有兩三棟鈕的距離 你已經收不到高頻的5G 你已經收不到千多Mbps 如果要人人都用到最高速的5G 就要周街都有5G的訊號塔才行 好像燈柱一樣 走兩步就有一支,走兩步就有一支 目前5G的發展通常都是在4G的訊號塔上 加入5G的技術 實際上要享受完整的5G技術的話 必須要有獨立的5G訊號塔 才可以享受最高速度和最短的延遲 說到延遲 你們5G還沒出的時候就說到 那些latency會很低 可以用來做remote的手術 可以用來做無人車的技術 可以用來控制機械人 但是現在5G出了 還沒看到機械人 遙控手術 原來這個極低延遲的目標 暫時就要有一條獨立的隧道才能做到 這條獨立的隧道有些人會叫做APN 有些人會叫做獨立的Gateway 就是說第一批人去使用極低延遲的5G 就會是工業、工程方面的用家 就不會在消費者的層面享受到 暫時 剛才說的什麼遠距離手術 遠距離機械人 這些低延遲才能做到的事 其實在背後已經在研究、發展 消費者要用的話 最快都要兩三年之後 另外就有一些常見問題 最常見問題就是5G 這些電磁波會不會到我們健康有影響 以目前的研究來說是沒有影響 我們剛才說的5G高頻率就在24GHz或者以上 這些頻率越高慢慢就會像微波爐一樣 就會令受到頻率影響的東西發熱 然後去到100萬GHz或者以上 就會開始把原子或者分子裡面的電子拔出來 而導致原子或者分子受到破壞 這些頻率的電波我們統稱叫做Ionizing Radiation 簡單來說就會令你有癌症的輻射 所以只要20多GHz的5G 是不會令你有癌症的 至少目前的研究是這樣說的 我們科技的發展實在太快了 我們根本沒有足夠的研究 去告訴我們這些頻率對我們有沒有影響 但是我們知道長期坐在這裡 或者吃垃圾食品 都會令我們增加生癌症的風險 所以直到科學家告訴我們 這件事對我們不好 之前我們不如就放鬆 慢慢享受這些科技帶來的方便 5G會不會很吃電 我們在新的iPhone上都看到 新的電話是懂得智能在4G和5G之間跳來跳去 就可以幫你省電 也有些人會選擇用5G的Mobile Hotspot 就等另一個裝置幫你去收5G 這部手機只用WiFi 6傳輸就可以了 那就講到這條影片的贊助了 這條影片是由Linksys贊助 有很多人現在手頭上的手機還未支援5G 又或者手頭上有很多手機 有平板電腦,又有手提電腦 但是就只有一張5G的SIM卡 那就可以用Linksys的5G Mobile Hotspot 去幫你收5G 透過WiFi 6享受最快的傳輸速度 有需要的話就可以經USB線 將這隻WiFi彈插入電腦 可以作為一個Modem去上網 又或者你家裡的家居寬頻很慢 或者根本沒有ISP,沒有網絡供應商 提供到家居寬頻服務給你 Linksys還有這個5G的WiFi 6 Router 即是你放一張5G的SIM卡進去 你就整個屋都可以用到WiFi上網了 完全身處於一個無線的年代 不用什麼光纖上網,什麼電話線上網 剛才那個Linksys 5G Hotspot的WiFi彈 就可以同時連接15部裝置 然後這個5G的Router 就可以同時連接60部裝置 之前我一直做WiFi 一直做Router的影片的時候 我經常都收到Inbox問 住在村屋或者一些偏遠的地方 有沒有一些Router可以放一張SIM卡進去 然後整個屋都可以收到WiFi 以後這個Linksys 5G的WiFi 6 Router 就會是我的答案 說了這麼久了 到底升不升上去5G好嗎? 簡單來說都是預算的問題 即使你現在不馬上升上去5G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你都不會落後人家很多 不會慢人家很多 如果你說不是 我經常要看影片 我經常要下載很多東西 又或者我家裡就是用SIM卡上網 我現在覺得很窄、很慢 網絡環境很不順 我的電影又很不順 那你就可以考慮一下升上去5G 看看你的電影會不會順一點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這條影片幫不到你的話 記得給個Like 我在Instagram還做了一個簡單的調查 簡單記錄了在香港不同地方使用5G的速度 很感謝在Instagram提供資料的朋友 如果想看更多的話 記得Subscribe這個Channel 以及按旁邊的鈴鐺 我是Edwin 我們下次再見 在拍完整條影片之後 我還深血來潮做了一個簡單的測試 測試一下5G的SIM卡 直接擺入手機 擺入WiFi彈 以及擺入Router 速度有什麼分別 結果是Router 快過WiFi彈 快過手機 即是你把5G的SIM卡 擺入手機裡面 未必是收得最好 以及5G的傳輸速度 經過WiFi 6發出來 整體的速度是沒有減弱度